富昌证券推出了最新的富昌股亨通手机证券交易软件 不仅可以及时网上开户 享受免费及时股票报价服务 还拥有横指牛熊证数据分析 户深港通资金流向分析 港股升幅排行榜等功能 每日推送新股分析 派息通知等大量财经资讯 一款APP满足所有投资需求 查询请致电3108-3333 多谢选择富昌 欢迎收看我们的A股节目 A股选手的时间 今次我们就请来 是我们的A股专家庄绍峰先生 哈喽 庄绍你好 哈喽 会议员 大家好 看到现在的市场 譬如美股那样的位置靠稳 港股现在恒指升近百几点 报26262点 上证的话昨天就跌完 今天弹翻升10点 升0.3% 报3366点 庄绍怎么看后市的走势呢 因为现在都很累积 有些人会觉得这些金牛皮 迟早要跌 有些人会觉得整固完再上升 我记得你之前都是看好了 现在是否会继续维持这个看法 周一的时候以为他希望可以突破 12月份以来 谁知道他又回到箱体里面 最近的位置都是比较围绕着4条3 又回到4条3上证的3333点附近的一个调整 我们看到的图形就很明显看到 他那个区间的一个窄幅上落 区间应该是3200点到3400点之间 上个星期左右本身是打算去升高 谁知道又被疫情的情况打回 我觉得市场有少少过度性的恐慌 围绕着整个市场来看 其实气氛是应该是偏好了 美国亦都开始出疫苗 然后大选都已经尘埃落定 拜登的政策方面 亦都是市场有预期的和衷敬 唯一就不确定性 就是英国突然传出细菌变了种 病毒变了种之后 传播速度会快了 导致于昨天无端端市场又散了 本身是在搭棚架 棚架怎知道突然下跌了又下跌到区间 我们看看整个指数除了上证之外 深证和创业板已经去到新高了 只不过是新高完之后就马上又被带回来 所以目前来看虽然是跌回来 但又回到区间 所以在区间的种族 刚刚提过了 4条3的位置 板块方面其实都会比较参差 各大板块 如果是热炒 当时热的板块 就会比较波动多些 这个星期比较热的就是酒的板块 也是相反白酒 所以我们叫做喝酒板块 南台就继续升高了 另外就是跟着新的国策 和拜登一起共振的几个大板块 都会走得比较稳稳 都是升高状态 不停升高 例如我们不停提到的新能源 新能源里面分到的车 然后发电板块的光伏 和一个风电发电 这几个板块的追捧的力度 其实都会比较强 另外就是我们也留意到 另外一方面的影响 就是国策一直压着广告 压着腾讯压着阿里巴巴 压着京东那几个互联网的龙头 但我们也看到二线龙头 二线互联网股升得挺不错 例如京东健康 今天都不停突破它的新高 所以市场的底气 我觉得是相当强 无论是港股也好 A股也好 底气也在 资金也在 但是就醒目了 就不像七八月份 什么都一轮炒 现在就开始炒一些市场有热点的 国策在哪里 或者政策想炒什么 是有一个大动性在 我最后提醒 关于基本面方面 有一个基金 今年在港股都投了很多IPO 叫做高领 我觉得有一个高领效应 他就投什么股票 那个板块就会升得異常激烈 他这个星期的时候做了什么事呢 就是投了龙基股份 龙基股份自从他入股 到现在这个星期升了 有两三成 所以热点也是那一句热点 热点的基金也在继续在做事 包括昨晚市场正前也发了个文 鼓励居民的储蓄 入股市 买股权类的基金 就是支持大家入股市 亦都是对昨天大跌的一个承托 当然目前看回来 就是今天的反弹 应该都是叫反弹无力的了 但是那几大热点板块 升得非常惨烂 亦都有 看到市场不是说升得很多 但是真的热点的板块是超级强劲的 例如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 那张少赵怎么看现在的一些 重点板块部署呢 我认为新能源汽车 肯定都是未来一个重中之重 明年都和大家不停地讨论 明年应该是一个大牛年 明年的两大热点 应该是比较清晰的 市场已经锁定了两大焦点的板块 新能源汽车和新能源之中的太阳能板块 新能源汽车好像昨晚又放出一条巨型的新闻 就是苹果汽车准备生产了 是的 所以导致于今天内地的新能源板块汽车 也是随随随随便上升 包括配件商 包括电池设备製造商 今天这个板块也是比较热烈 所以今早早市场上升 上升了三十几点 升了1.5%的时候 其实这个板块的贡献 是相当之强劲的 我刚才提到的 包括你看上证指数里面的 长城汽车 农机股份 上汽 其实这些都是属于大板块 另外就是归类太阳能板块 太阳能板块也是这样走 所以其实我觉得市场的人气 就已经聚焦在那里了 无论市场上升也好 跌也好 炒着这两大热点板块 慢慢走着 其实也是一个新经济 另外一个板块就是 关于煤炭板块 碳板块就好像一样 因为中澳之间 闹矛盾 进少了很多澳洲的煤炭 这个周末的时候 我们听到最多的新闻是什么呢 就是这里说叫停电 那里说叫停电 什么限铲 这样的情况之下 煤价上个星期是下跌的 因为电厂亦都下跌 这个星期可能会缓和 或者是受到这些消息方面 刺激之后 煤炭板块这个星期也走 不停地向前走 是否预期发电的时候 电厂会加价 或者政策方面 会调节能源价格 其实无非都是这样 今年的聚焦点 都在能源方面 能源之后再传到上游 就是资源类方面 所以很明显地看到 其实这是一个周期性炒作 因为资源炒作 就是周期性后端炒作的爆发期 其实跟资源类股票一起炒 我们会引发到另一个板块 不过这个板块最近 是相当落后的 就是金融类 金融类我们之前也提过分为三大板块 就是银行、券商和保险板块 我们看到这次 为何指数上了一个相对高位之后 又迅速回落的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金融类的板块 未开始发来 其实我觉得 这个是否意味着 政府还未上过指数 去得那么紧 或者去得那么快的时候 它可能在控制着节奏 用金融板块来 带着市场的节奏来走 所以我们看到不是很热 但是或者其实个股板块 已经升得相当燦烂 因为现在已经是12月份 我们看很多统计的时候 2020年整个上证应该来说是升了 因为从年初的一个恐慌期 到现在的3,400点之间的一个突破期 但是我们看回指标 其实全年以来 都是有35%的股票是升了 其实还有65%的股票是落后于去年的 是否意味着我们 就是说还可以小一点去想 其实今年也是一个过股的行程 热点板块是跑得相当之凌厉 我们今年看到什么跑出来呢 例如在疫情的期间 我们的消费 我们的白酒 白酒是升了成年了 龙头升了两倍 龙头茅台又更加不用说 龙头茅台又一路伸高 龙头茅台 到了后周期之后 下半年开始我们的疫情稳定了 我们的航运又开始升了 包括中远系的股票不停升 现在都未停过 到了再继续传导到现在 新能源板块的爆发 汽车、新能源汽车 然后再电力方面的股票 今年来说是一个不停轮流炒 资金是轮流炒一些热点 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总结之下 其实明年应该都会延续今年的强势 只不过是大市的指数 看到没那么精彩 其实过股板块我认为 已经是相当精彩了 刚刚也提到 我们可以期待 根据这个大流速之下 明年有什么板块 会继续延续这个精彩 其实我们可以分开两个节奏和阶段 进取型的 我们可以再继续去到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那就很容易捉 我们也不用选那些小的 我们直接 例如A股方面 我们选择龙基 这个就是太阳龙玻璃的龙头 我们选择AH股都有的 我们可以选择福莱特 这也是AH股都有的 还有福耀玻璃 我认为这些股票明年因为热点在 所以他们在QE的情况之下 资金会不停追捧 那就不会厌归 只不过是 你买不买得下手的问题 我觉得都是这个问题 是啊 到明年之后 另外一个板块就是 新能源汽车 我认为这个板块 虽然每个股票都不会有业绩 因为刚刚开始 就有点像 01年的美国波网泡沫那一阵 不用看业绩炒了 看哪一只的预期 哪一只市场够热 那就去就可以了 我认为这个逻辑基本上 都是这样定的 是啊 好了 嗯 是 我说回这个 这个是一个高啤打值的一个配置 低啤打值 刚刚也提到 今年的指数不升的原因 是因为金融类的股票不升 如果我们想稳守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些 和上证金融类有关的股票 我之前也提到的券商股 其实我们是比较喜欢的 券商股里面都会提到中金 中金这只都是AH股 港股也有 A股也有 另外一只都是中信证券 始终今年的成交量 其实是非常之长黄 今年的集资 香港市场是第一 A股市场也是第二 这两把交椅 其实你看我们的港交所都已经升高了 我们内地的券商可不可以 亦都是跟随着市场的热度 继续去呢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市场 应该会慢慢追回落后 所以我这一期会和大家分享 就是高的可以继续去高PE的股票 或者一些热的股票 那低的时候你想防守 怕市场下来的时候 就可以买一些金融类 或者银行类的偏保守一些 最后我就想提醒大家 要考虑一样东西就是 现在其实等于利空出重 其实没有什么利空 一月份未来的半个月 应该来说是一个消息的真空 其实也进入了一个圣诞假期 外国的圣诞假期 那A股会怎样行呢 或者是等到拜登上任之前 或者拜登上任之后 市场预期会有一阵的什么波动呢 和英国的疫情是否真的变了肿 或者全部速度快了很多 现在的疫苗搞不好呢 这些问题会扰让大市 或者扰让A股未来两周的一个行法 但始终都是那句 人气在那里 资金在那里应该散不去哪里 我看到一个市场上很搞笑的一个评论 就是第六次反围剿 等于共产党最后被国民党打到 打不到出来 就围着来打 已经打到第六次反围剿 我觉得在这个平台之下 始终会有一个共振点 会出回来 那就会冲上去 需要大家和投资者的一个留心等待 静待花开 应该春季会来的 是 我大部分都很同意和装饰的看法都差不多 都觉得是倾向看好 都看好新能源和电动车的板块 因为我看过很多 刚才看到你提到一只龙基股份 我想对于香港这边的投资者来说 就挺特别的 因为这一只就是A股上市的股份 因为我们就是A股节目的主题 不如说一下这一只 如果投资者有意想部署这只 应该怎样做呢 譬如说 这个公司是如何 譬如说现在爆升了上来 现在还能否入手呢 部署上又应该怎样做呢 看到它放在顶上 是的 这只公司的代卖是601012 刚刚的主逻辑就和大家分享过 因为是高领的入股 今年港股的投资者 或者港股专门抽IPO的投资者 都应该相当清楚 高领的市场地位是什么 高领入了的股票 今年的IPO都很爆 起码的PE都升多几倍 同样道理 这只股票是高领直接入股 入了100个亿 其实从规模来说都算多 直接拿了6%的股权 高领的擅长就是做 未来的一个消费领域的一个投资 所以其实高领研究出来的 我们就是跟匹马 从投资的角度 入场的角度来说 当然现在是日日创新高阶段 我们可否让它休息一口 在85元附近 看它下不下来 我们再跟匹马 即是趁热便进入 是的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都是提醒大家 高领已经第二个入了 新能源太阳能板块 大家都是要密切留意的 因为我们今年赚最多的钱 都是跟着高领赚的钱 是的 也挺厉害 有些更加早 譬如信义能源368 亦是之前有入股 那这一只你又怎样看呢 如果现在的话 可否入股 这只应该等多一会 因为它刚刚入股后 升了两成 等它回调 都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是 两只都是就 轟回才进入 是的 而且这一只 已经是新能源板块 内地A股的楼头 它在拉着指数 所以等于它都在背着榜上 如果要指数上的时候 它一定会分回多少力 所以现在暂时 就应该是一只龙基 因为新进 就可以轟住这一只 轟回才进入 重复节的编号就是 601012 有兴趣买这一只 A股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现在跟刚才我们开始节目的时间 大致差不多 恒指召布26,237 上证有3,372 微升0.4% 多谢庄少上来跟我们 分享了刚才一个 未来的板块重点 还有一只 我想港股 刚才少点听的 就是新能源股份龙基 多谢庄少 还有看到YouTube上 我记得观众也跟你说 祝庄少圣诞快乐 我们就明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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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